她是一个从小就被当成男孩子长大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我觉得她比较符合我本来的个性 就是比较直接一点 那个角色也是非常酷的一个角色 她就非常酷 她只要到武打戏的时候我觉得都非常的帅 她本来性格应该比水柔还要活泼 但是因为这个角色的原因吧 再加上我这么活泼 她也太活泼会抢我自己的 所以她就很酷了 她在里面我就是从头到尾都没喜欢过她吧 但有时候就这样一个人不喜欢你吧 她就是不管你对她多差她都喜欢你 生活中也经常有这种事情对不对 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想很多女孩子看了会有共鸣 里面还有刘芝嘛 我想香港的观众不太熟悉她 但是她也另外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喜欢其中的一个女孩子 为了爱她不择手段 我是觉得她也演得非常的好 很酷 比我酷多了 某妈是我的保姆 是我的保姆 叫五妈 但是她是个男人 所以我的性格就很像个男孩子 这是戏里面帮我设定的 那她就是这样子 陈建平她的武功很烂啊 不会武功 我妈呢 帮她 哇她打得好帅好漂亮很陶醉 觉得武功很好 实际上是别人在帮她才可以做到的 然后她帮她完成她很多愿望 她就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他们两个也是性格差别很大吧 一个很迂腐啊 就是陈俊颖的那个角色 永远在讲八十岁人讲的道理这样子 另外就很活泼 就很好吃 很肥 就像她自己一样 很喜欢吃东西 虽然她也经常很减肥这样子 那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她们吧 因为她们 很可爱我觉得